是他開始喘 喘到什麼原因呢 因為他 我剛剛還在想說他臥床 總算應該把菸給戒了吧 沒有 他菸放在旁邊 那可是後來他就 進來的時候發生什麼事呢 差點擦管 因為嚴重痠血症 因為他活動不良 然後換氣會變得更差 那加上又一直吸菸 所以支氣管收縮到最後 造成了嚴重的血變得很痠了 那最後他就是擦管 做一些處理的部分 趕快把他的這個命給救了回來 可是回頭想想他到底 會不會發生這件事 不就是只因為一件事嗎 抽菸 吸菸而已 對 那如果當初沒有抽菸 就沒有後面這些劇情了 像我本身就在加護病房 然後當護理師 對 這麼時髦的護理師 在加護病房喔 那大家應該都不想好起來吧 不要啦 加護病房耶 我不是一般病房 對 好 還是要趕快好起來 對 就是這種很多小疾病 然後之後都會引發 很可怕的危機 像我就碰到一個 也是五十歲的男性 他也是一天抽兩包菸 然後他有糖尿病病史 然後他本身就是在菜市場 在那個做菜商那一種 然後因為工作實在太忙 他有一天他就是被 那個竹筍的殼 然後只是化到嚼子而已 然後想說都不理他 然後化膿什麼的 他也是吃止痛藥 然後他甚至 我就是那時候交班 還聽到說 他家人說他拿那個小刀 然後還用火烤 然後把那個化膿 自己來啊 然後我們護理師說 他是以為他是成龍 然後就 還把那個地方刮掉 自己治療就對了 然後後來他就覺得 越來越不對勁 然後走路就開始有剖刑 然後就覺得 好像有點痛 然後後來他家人說 去看醫生啊 不要再說了 然後就來急診 就把他脫褲子一看 他其實整條腿 已經紅到整個鼠膝部 然後他其實已經是 紅到有點發脂 這就是 對 那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然後我們當下就說 要把他去做那個 腳趾的傷口輕創 而且也把他 對 然後整個還是很嚴重 然後我們就醫生說 不行 他整條腿都要 因為其實他那個 壞死性肌膜炎 他就是裡面的肉 都被細菌吃掉 可是他外觀是好的 那這樣子的還會好嗎 清掉之後整條清 他在我們家病房 就這樣輕 創輕了 大概手術做了四次 然後後來就醫生說 為了要保住他性命 因為他之後也是 全身性的敗血症 然後也酸血症 然後做了一個 連續性的洗腎 二十四小時的洗腎 洗完腎 然後後來 還是不行 因為一直敗血症 所以把他整條腿都鋸掉 這是竹筍科 然後最後變整條腿截肢 對 就截肢掉了 然後才救回他一命 所以這個故事就告訴我們 如果去野外 我還最好穿靴子 是有這麼長去野外 我還滿長的 那個重點還有什麼 重點是割到一點小傷口 不要忽視他 對 然後重點是要長 要一有狀況 就要趕快看醫生 對 我要補充一下 這個壞死性筋膜炎 其實是很嚴重的一種病 真的喔 因為它是我們所謂的 適肉菌 就是專門吃肉的細菌 像我們其實皮肠 皮膚看到的叫做這個 蜂窩性組織炎 它就是皮膚下面的細胞 一個接一個 我碰到你 你碰到它 它在一個這樣子傳過去 但是壞死性筋膜炎的細菌 它是走這個筋膜 筋膜就是一個高速公路 對 它就是一整片這樣上來 所以它就從腳趾 一路高速公路走走走 走到這個宿西部了 對 所以速度會非常快 再加上剛剛林婷說到的 它有這個糖尿病 對 糖尿病患 它為什麼可以自己 烤一烤小刀 然後再來吞 我想它應該已經有一些神經病變 它沒有感覺 所以它腳才不會痛 所以才自己可以在那邊刮就對了 對 什麼叢林生存戰的那種 都拿出來 好可怕喔 簡單像便秘這樣的疾病 有可能也可能會延伸成 致命的狀況 便秘很多人都不覺得是疾病 已經與我們的生活共存 是不是 但是如果是與她和平相處 便秘也可能會很要命 這是一個老奶奶 老奶奶從年輕就是 一直有這種便秘的狀況 可是年輕的時候 可能就是反正要不就是 幾天排一次也沒關係 或可能就 反正有些瀉藥啊 可是隨著年紀大 她剛好有一次 就不小心可能出門的時候 眼睛又有一點狀況 眼睛有狀況 可是一直沒去做那個 白內臟的手術 所以就不小心摔了一下 但她沒有摔得那麼嚴重 所以她沒有骨折 可是她就變成很怕出門 這件事 所以她就變成窩居在家 幾乎不出門 然後就越來越來 越來越長時間呢 可能肌肉也沒力氣 所以坐著變成躺著 然後就變成一個 躺的時間很長的人 結果家人就發現 她的便秘情況好像就越來越嚴重 因為更沒有起來會動啊 因為有一天 她就是跟她的家人說 她覺得她肚子非常的痛 然後這個老太太很能忍 所以她應該痛滿久 就送她去 送她去的時候 醫生一檢查就發現 整個肚子都是糞便嘛 是不是設法醫胸 刺激性排便 用什麼讓她大便 怪了 這個對年輕人也有用 可是對她這些措施 居然沒有辦法緩解她 沒有辦法讓她便便 全部都出來了 真的啊 還是塞的 後來醫生就說沒有辦法 對 就說可能有狀況 用到衛醫師那邊了 真的是剛剛也變了 因為他們決定要手術要處理 手術就發現你知道嗎 有種手術 他們就說她的那個胰狀結腸 滿滿都是她類似 已經類似糞食一樣的東西 而且那個糞食 可能也造成她的腸子裡面 有很多氣勢 就是已經 你想像中很硬的東西 一直說她可能有水泡 或凹狀的東西 然後又有很多那種 像潰瘍 破皮 甚至到她住到第二天的時候 就已經腹膜炎了 所以她可能包括細菌也跑出來了 然後細菌也隨意到處全身去跑了 她就敗血症之後 全身器官衰竭 後來就死了 沒有救回來 真的就走了 就走了 所以真的 這個真的是 一個小小的便秘 原來會引發這麼多的事情 我覺得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那很多人為什麼都 就是不面對現實 不敢去看 我之前也有遇過一個 五歲大的小男生 然後他來看其實一開始就是 咳嗽流鼻水 輕微發燒 我檢查之後就告訴他說 你這個是病毒感染 媽媽其實聽到病毒都說 這是什麼 病毒很恐怖的意思 我說全世界最常見的病毒 第一名還是偏向感冒 感冒就是病毒感染的其中一種 媽媽聽了心情好一點點 就開要回去吃 結果一個禮拜之後 他們又回來了 但是這次我就覺得 氣氛不大對 因為媽媽進來之外 那個奶奶跟爺爺也進來 也來了 媽媽就說這個 然後他就把那個 小朋友的那個褲子拉起來 他在膝蓋以下就是 一點一點一點的紫色斑點 然後膝蓋上面 大腿的區域也有一點點 然後媽媽就說 你開的藥害孩子過敏 那我趕快看了一下 他之前的病例 我就說媽媽 那個不是 他這個疾病 就是說你之前有一點感冒 然後身體的免疫系統 跟外面的外來物 結合了之後 沉積在這個 你的血管裡面 微血管裡面 就造成類似小小的初血點 這個不是藥物過敏 這不是過敏 這個叫做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沒有比較開心 因為聽到過敏性紫斑症 其實好像更嚴重 對啊 而且沒有 你要想像那個畫面 醫師一直跟你說 媽媽這不是過敏性紫斑症 這個叫做 過敏性紫斑症 對 其實 媽媽聽到就覺得 那我們就是過敏 在後面都不開口的 爺爺這時候就說 你說不是過敏 你現在告訴我 這是過敏性紫斑症 對嘛 我說這只是一個 醫學翻譯名詞 對 我覺得今天 醫師們要對我們多包涵 因為今天的專有名詞 真的很多 很多 對 你如果真的要定義了不起 我可以跟你說你對外來的細菌或病毒過敏 這不是藥物造成的 我是設法解釋 但是其實他們還是半信半疑 然後所以我就告訴他說 那我接下來開始給你一點點藥物 幫你把你這個 下肢血管發炎壓制住的時候 你幫我注意看看 會不會關節痛 因為這些都是過敏性紫斑症 過敏性紫斑症 可能合併出現的症狀 就開藥給他吃 然後告訴他說請你留一泡尿給我 我去幫你檢驗室做個檢驗 然後一個禮拜之後回來看報告 因為這個氣氛不大對 所以其實我就一直等在電腦前面 等報告 我想說看看報告有沒有太異常 結果還在等報告的時候 媽媽就敲門進來說 那個剛剛吃飯尿的這一泡尿 是紅色的 這我就說那不大對了 我們住院好了 我們接下來就是把你的這個 腎臟狀況壓制下來 對 就沒問題了 其實我後面有一個小細節 我忘記講 因為我真的現場不敢講 再講出來真的不得了 對 但是這個媽媽也知道 這個狀況可能真的是 稍微嚴重一點 也同意住院 但是那爺爺又走進來說 陳醫師 你上面那個藥單 我弄不見了 你把你開什麼藥寫給我一下 對 我就還是寫給他 因為我沒有道理不寫給他 他是在懷疑你的藥 對 就是住院的時候 這個整個狀態好險 他都一直往好的方向走 後來就順利出源了 那爺爺後來有 有讓你寫報告嗎 那個藥單拿去問幾個材人 這麼多年的經驗 我都覺得小兒科 有個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如果小孩子順利健康 康復 之前發生過的大事 可以變小事 那如果小孩子不順利 不健康出院的話 什麼小事都可以變大事 所以那個爺爺奶奶 跟媽媽後來是沒有來找過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索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